我先給大家看 因為大家提到柯文哲 為什麼要一直提到柯文哲 明明在選的人就是高鴻安 剛剛崑宇大哥講的那個鬼故事 就是柯文哲對人完全不一樣 但是他昨天怎麼樣挺高鴻安的 他甚至講出來了 我看你這樣快掛掉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你 可是一翻頭 大家問他這些張藝善講的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指揮 以黨領政等等 你看柯文哲怎麼回應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臉鐵青 強調立法院民眾黨團 絕對沒有人頭助理 一講完轉頭就走 不管媒體如何追問 柯文哲都只說交給黨團回應 攝影記者還當場摔倒 但沒想到柯文哲看了一眼之後 卻是把旁人撥開直接離開 全程還都板著臉 我現在看你會笑出來 我還安慰多了 你前幾天那個樣子 我就覺得我最好對不起你 你最想要吃的 最懷念的小吃是什麼 吃我是很隨便 有得吃就好 我也很喜歡吃貢丸 我也很喜歡吃貢丸 貢丸跟這件事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最後講完 助理的壓力有什麼很大呢 我問過黃帝 你跟他同台 如果這個時候呢 市政都已經掌握了 這時候想要再做污點證人 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 你做污點證人 或是能夠換取認罪協商 是因為你的證詞 你的自白對案情有重大突破 但現階段 檢調掌握的東西越來越多 不論是零貫連的 不論是零跟人的 不論是4X貓的 或是其他助理 不知道有沒有事情 去檢舉 請問 這個是比賽搶第一名的 你搶那個最後 第10名第11名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助理要自保 升級轉為污點證人 爭取免刑 偵查中自白 依法請求 減輕其刑 像剛才那個樣子 可是呢 隨著時間的遞言 也就是呢 這件事情的真相 跟相關的事在 檢放越豐富的話 這些人要被輕判 轉為污點證人的機率 就相對較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幾天 這些助理們 紛紛向上報洋溢 像四叉帽 像林冠蓮等等 或是呢 張立正宏出來說話 看不下去的原因 四叉帽你剛剛那個直播 因為 我聽完坤玉哥講的那個 我就覺得對照 柯文哲對高鴻安 真的是 零對一千 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等一下再跟你講 他怎麼對黃珊珊 但是 那個直播你昨天有看嗎 他昨天就完全力挺高鴻安 我昨天有 從頭到尾把直播看完 我看完就覺得 我幹嘛浪費這個時間 感想是 對 感想 其實我有從裡面截錄 他除了就是立體高鴻安 然後說那個高鴻安瘦了一圈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中間有換一下主持人 變成那個高鴻安的發言人 徐千晴 那個可愛美女 對 然後再又換回高鴻安 所以就是 他們就是三輪那個 可是那部直播影片 其實比較像是就是 訪問柯文哲 都是訪問柯文哲 柯文哲就快問快答 所以反而不太是那個高鴻安就是做這一陣子的澄清 但是我跟你講 我昨天一邊看一邊寫他的那個經典金句 我隨便唸幾句就給你們聽 你說誰高鴻安的軍隊柯文哲 柯文哲他昨天就講說 他說站在質詢台上 唉我這個有讀書的悲疑沒讀書的在質詢 真受不了 就覺得說喔那柯文哲市長你願不願講一下說 是哪些市議員他們都沒讀書 例如有哪些之類的 例如 例如有誰沒有讀書 柯文哲敢不敢講 然後他也 他心中想的第一個應該是減舒培 我猜啊 我猜啊 然後還有角色我就說 沒有人理你就表示你不重要 要是有人出征你 表示你的工作非常 要是沒有人出征你的話 表示你的工作非常失敗 因為人家根本不理你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有認真工作才會被出征 是不招人技是庸才 對 他還講個最重要的 他說我們台北市的整套系統 有實戰八年的經驗 將來就整套系統送給高鴻安拿去用就可以 高鴻安不用再發明了 所以只要高鴻安選上新竹市長的話 台北經驗新竹實現 我不知道耶 因為這樣子柯文哲自己跟高鴻安一直要綁在一起 就算了